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他针对我视频中提出的这个闭关所谓 提出了一个戒律 希望我们把它说明 就这个问题呢 我考虑了几天 其实我觉得想要把它说清楚 不是一两句话 就能说清楚 即便出一个视频 我不一定能把它说清楚 为什么 因为历史上中国曾经发生过的闭关所谓 与中共建政以后的两次 它兴致着是不太相同的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国家有记载也一直到清末 国人都视同中国是地主的中心 当然呢 可能当时的人呢 还没有地球这么一个代理 那么我们始终把自己称之为叫公主 北方千里冰堂 听起来是草原 但是每年 我们真正能够村软哈开 我就几乎了 你懂 东方和南方就是它 西面大漠就好了 那么中国人 那么中国人一直在自己的摆树内活着 我们始终把外遗看作野空 事实上你不管是唐也好 宋也大 当中国拥有城市居民比例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的都城居住了一百万以上的人口 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居民比较不靠农业过河 这个时期 同时代的其他国家 大多数主要城市大型商户 也不过三五万人 总少超过十万人 那么历史上有一些 研究中国这个闭关锁国的这么一些资料 基本上能够展示 这种国策 它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中国始终是一个陆群 而且从奴隶志的巅峰开始 就是人跟罔 我们也知道 古人称这个五谷 北方和南方当时的叫法是不一样的 北方因为不能种稻 所以他们称的这个无 是麻 俗 记 慢 俗 那么南方呢 因为它可以种稻 所以它就把麻子去掉 虽然这个麻子它能使用 但是它麻这个东西呢 主要是来做衣服 做绳子的 那么它把麻去掉以后 它就换了一个稻 所以它是稻 俗 记 慢 俗 那么龙根社会 你是靠粮食采量 来奠定一个国家的国力 有了粮食 你才能有缘和 你才能有所谓的国力前生 中原呢 不太依赖外界的人 所以它可以自己自主 从秦朝开始 中原王朝 就开始建残层 那么试图抵挡 北方的强患的游牧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在冷兵器时 大多数骑兵 都能轻易地战胜部队 历史上 步兵对抗骑兵的典范 很小 在中国历史上 在中国历史上 可能也就是个 相对比较 最后其实也是实际上 在中国历史上 中原有很多强羽 但在游牧民体里面 骑的高头大马 甚至仅仅是鸿骨马 这种兵鸡之下 这种兵鸡之下 两次灭亡于外国 我们知道第一次是鸿鸡 亡于蒙古 第二次是青鸡 那么闭关索国呢 后期主要研究是 一般是明朝和清朝的四小禁 那么明朝我们知道 海禁的时间呢 相对比较短 清朝的 海禁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所有的闭关索 跟今天我们所看法 其实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呢 在哪呢 在我们的画面 清以前 中国历来是把自己 视同为一种内部中心 包括我们的皇帝 都被视之为 这叫天之主 待天目 我们自己拥有一套自己 管理的 统治的这么一个模式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它是全世界最有所 一直到清末 大多数是 是 把外界的这些政治 外国的这些 所谓的商人 外来的这些使节 只把他们看得到 只把他们看得到 外来的 外来的 甚至有一些 比较尖锐的 这种看法 说他们是什么 叫约的 因为他们不知旅宿 未经教导 这种闭关锁国 它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性 尤其以唐宋为主 因为唐宋时期 到中国来 不是来取经 来学习先进经验 就是来做买的 没有什么特别可以 引起这个老大帝国 羡慕的 寇人有过土地 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 人口第一次过亿的 那个时候呢 已经有一些 外来的植物 蔬菜 比如说番茄 辣椒 公民社会 已经开始 大的都市 已经有了专业 消防队 敬老院 诸儿园 那么 食品类的 有记载于 玉米在原朝的记录中 这个技术 也就有可能 宋墨 其实就开始 这个东西 只能当赐料 真正 让中国人口 报征的 是明朝开始 成为中国 独斗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新疏 新疏 出现了一个 三小季 人口可败 就上了四亿多年 经过太平天国 这么一场浩劫 人口的水 是超过一 具体的数 目前说的 那么 清末混战 政法混战 最后我们到1949 得到的 许可乐 就四亿 前来 人口在增长 经济 习许在恒乏 中国宋代 由统计资料认为 最高时期 成政法律 达到了 百分之三十 那么到清末 民初经过战乱 只恢复到 百分之十 一直到1990年 中国的 中国的平政法律 也就 看看百分之二十 到三十 那么现在我们说 超过百分之五十 都超过百分之五十 这花了很大的力气 中国 在世界 经济 经济 总量 这么一个地位 一直在下降 你不管是 唐 宋 甚至很辛苦 我们对全球 我们对全球 经济 犯罪内 所占有的 比议 都是全球 第一 现在我们据说 恢复到第二 第三个 整个主意 实际行动 我想 同胞们 会有一个清晰的用途 不如说你硬脸超特 比较强大 那么中国这么一个现象 它为什么要所谓 避关所谓 这次的避关所谓 与历史上 曾经的避关所谓 有什么虚误 这其实还是一个定义 王朝时代的避关所谓 它首先来源于政治 质族 文化的这个优越 始终 国人有那一种色 在经济体量上 也是相当的巨大 那么所有的避关所谓 它都不是男主公主 虽然公共见证以后 出现了避关所谓 是有类似的事 但是公共见证以后 出现了避关所谓 它最主要的目的 是防止外来文化 外来政治制度的反应 而且它相当难 难得是 它是一个留者 它从已经获得过 已经获得过一些 人民信息的 这么一个社会 又留着 极权和民主 中国呢 它不仅仅是 文人在苏栽里 任何国 因为我们的国人 大多数 还停留在龙根文 有一些 开始 从龙根文明 转向龙根文明 在这个进程中 社会固有道理 社会固有道理 对人们思想的计判 其实欲击 中国从来没有出现 全盘西化的计判 这只是一个正常的教权 或者说 奋青文的议议 这个国家的闭关所说 它不仅仅是政府的 它有广泛的想法 因为人们不太愿意 相信我们落后于世界 大多数人总是在想 中国有过曾经的富裕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 能做自己 那么我们还能延续 这个富裕 其实这种思想 它与现实是背影 我们看过一份组织资料 中国最后一项 推动市场的发明 是牙照 从此以后 五百年来 没有什么可以 极非常快的发明 你要说也可以 所以 我印象中大概有三个 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 第一 清淡制造中 由中国科学家提出的 余敏制造 据说 它直接导致了清淡的水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跟现实生活呢 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 没什么观念 你不可能 研究计则清淡原子淡 也就能对这个国家做出不大的贡献 你敢放吗 那个东西它主要提 就是微塞 没什么区别 那么第二次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人工合成 由于党实行 这个东西 它为 缓解肠药病患者 所以发病症 起到 决定清淡 这是一个礼成碑式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独幼有 清淡素 那么清淡素呢 它有它的 它在治疗劣疾这个方面 相对来说 它比荆肌荒辣 增加的有复材 其实它的作用很大 而且后续的研究 开放 都在进行 这个东西它来源于 中国的族本 来源于一两千年的 这种中 中医的东西 除了这三项以外 我闪不到 任何 已经被 公开的信息 都证明 国人对 世界 现代的 自由 那么我们在 享受的 全人类 科技上 一边呢 却 故故自宗的 试图 恢复老大帝国的人 你静下心来想一想 其实现在的社会 就是 人们在怀念 中国曾经的 闭闭官所夺的 依据 都在人们的怀念 当局只是银河 并为 私 现在我们看到的 代表说 并不是多一 中国历史 是 庆地 非常 王朝时代 也就这么 七八亿米的东西 逐渐的开舱 甚至全无道理 全无道理 全无道理 那么庆地 也就 坎坎达到了 十八亿米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静佛 是静佛的 人才 它其实相当于 六到九亿米 均匀的 中国史中呢 无法达到 粮食的不及地 丹台史书 也就近三十年 没有记载和 二十八亿米 那 那么这个二十人的现象 没有发生 是因为中共 有特殊的本领 其实也不是 是现代的特殊 生死不得化 那么它跟着就带了 那么它跟着就带了 就是一百多亿米 耕种的土地 原本就不做 修根 就变为修根 粗级工业原料 粗级工业原料 大量的 对外贸易 是为了换取外汇 换取外汇 换取外汇 以后 首先要买 就是为了 很多人认为 闭关主 闭关主 就不太现实 在互联网上 在互联网上 它不可能被执行 其实呢 这都是一百万点 我们知道 1949年 昆布正义 到了1950年 这里 國英 贸易 作战局 进出国 去杂取 到了1950年 就达到 貿易进国 好像就绞释一下 如果它取消了自營經濟活動,它也一樣會恢復這種政策體系不成。 閉關鎖國並不是單單在經濟上的政策,這個政策它同時包括了政治經濟,它主要是拒絕了外國思潮對內地的一個衝擊。 我們都知道,這種合作,它是為了捍衛證據在人們心中之地。它要有一番自己的政策,它要有一個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 這是一個捍衛的改革。 喀布承主說,穿牆而坐的幾個信息,都能探索。 中共現在最缺的並不是閉關鎖國的所斷,而是閉關鎖國以後怎樣維持這個統治的方法。 我們知道,王滬林是事實上的三代軍事,它是一個博士。 中國還有一個國情研究中心,由胡安剛這一類所謂的教授研究所。 我們要經濟帶,一帶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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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經濟上,互互互。 我們還看到過一路,一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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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他們再場,他們打人民幣,逐漸闸繞合,一帶一路。 他們玩的這一系列的遊戲,都是為了維護中共對中國的台詞。 那么这种组织 现在已经变得 无为全力了 不是说人们的思想 而是这个经济 它规定能完得上 从提出扩大内需 自我拉动心 形成一个良性群 这是在产业升级换代 失败之后 甚至把里根 曾经实际就 共产策 也当成一个 一个福利 我们也看到刘鹤 主持过 其实的一份在383 是方案 那么所有的这一系列政治 都是中共想自己维持 对中国 各种各样的城市 有些人甚至还提出着 小强经济 现在我们看到 互联网经济 互联网经济 看下来是什么 医疗 把医疗作为一个产业支柱 他要做大做大 这个是意义 而且相当的冷酷 现在全世界70%的 人次新加速就会 为了 这种产业人道的走势 我们会用 我们知道不管是西方 一个国 其道 器官移植 尤其是重要 脏器的移植 首选 现在还有一些阵子 比如说 外国的患者 可以派出自己的医学部门 但是不允许 他们要做这个 以后这个界限 是不是会被开放 但是也不会是意义 除了澳门以外 据说 改变 也将开放和才 所有 我们看了这一切 它其实已经跟 社会主义 是吧 心灵主义 社会主义 包括改变 开放以后 实际上的 特色 社会 已经开始 这种变化 让我们看到 中国 有向地质 违归的秩序 未来我们将看到 内地的组织 就是 它极有 可言 完全靠近 尤其共用 所以 闭关锁 有向地质 历史上 出现了 和中共建政之后 形成 它是有区别的 不管是文化 政治 经济 都有 我们知道呢 历史上 中国曾经 有过 确实 它其实就是 开放一个 燃热的秩序 这是对我们的方法 对东庄 对我们的方法 我们一直有一个 什么 一直有一个 叫 士博斯 这么一个 集团 从 唐 宋 原 里 它其实就是 盗清 采采 采采 西大 队 拉开在这里以后 由英国 在中国 建立 现代 我们上一次 五十年来的 帝光学 它保留了 国营梦 和国 实际上 它替代了 这次也是一件 所谓的 这个 闭关锁门 它不是完全 参与 它会流出一个 很大 既要进口的 同事 也要进口的 收集 毕竟躺出任何一个 它都会有一些 权贵 或者说 利益 它是需要 一个 我觉着呢 不需要去 研究 中共会不会 立法 其实这个 政治 在习近平放弹 之前 就已经开始 置立 逐步的 在落实 我们现在看的 其实是一个 加速 并不是一个 开始 承认这一点 才能看清 目前根本 一个现状 以及 它们为什么 有底气 来为全世界 对它们实行 之后 就应该说 这边 一边 谢谢大家